大家好 欢迎你一起加入4月17号的台东地方新闻 我是徐玉兰 新闻首先来看到去年小犬台风重创台东蓝宇 而行政院院长陈静人16号就特别到蓝宇视察 在后修复的情形 并且在修缩的部分提出了要贴合当地的需求 尽量辨明 简化申请流程来加速载户的附件 去年小犬台风重创台东蓝宇 造成岛上交通通讯电力中断 住宅也被毁损 而渔民渔船毁坏 生计更被严重影响 而行政院长陈静人16号的蓝宇视察灾后修复情形 行政院专案核定小犬台风台东性蓝宇乡 住宅修缮专案补助计划 补助1亿6854万元 而行政院也指出民众要提出申请时 在填表部分觉得复杂 因此提出要贴合当地的需求 尽量辨明 简化申请流程 人民会就蓝宇的住宅修缮跟新建平板桌的这个计划 提出专案的计划 来贴合我们当地的需求 尽快的完成在获得复建 然后回归正常的生活 会所提的这个专案修缮的这个计划 行政院补助的是1亿6854万元 这个部分他们原住民委员会 会跟我们蓝宇乡的这个乡长一起 赶快的来让民众知道政府有这样的补助 也希望他们提出申请重要 怎么样辨明立民 让民众能够在了解了这个状况以后 愿意赶快来展开这个修缮的工作 我想是责无旁贷 此外在文化面向 小雪台风更是重创蓝宇平板洲 对此陈建仁也表示 有放宽的补助条件 而在目前只完成四艘 也希望大家能够加紧来把它完成 让文化要好好保存下来 我们应该把这样好的文化资产 也能够保存下来 所以在这一方面 我们有欢欢而补助的条件 一共核定了1110万元 来申请的这一些平板洲 目前只完成四艘 我是希望大家能够加紧 来把它完成 所以这个部分原民会 是负担很重要的责任 而陈建仁更表示 虽然即将卸任 但总是不安心 去年12月来 在昨日16号来视察修复进展 也会地方与中央合作 继续把这个重要的工作完成 加速在后的附建 接盘队来用箱报道